10月6日,2022,GMA公开了9个奖项的提名 该列表包含了最受欢迎的CAPE Solo和团体 包括IU,BTS,Bly Pin,Seventeen,NCity Dream等 还提到了所有提名的歌曲和专辑 都是在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10月5日期间发现的歌曲和专辑 除了人气奖是100%看投票数据之外 其他所有奖项的规则都是投票占20% 姻缘占50% 专家占30% 当然大赏是独立出来没有提名的 因为三个大赏,年度艺人,年度专辑,年度歌曲 是不需要网友投票的 大赏的获奖规则是专家占40% 姻缘占60% 其中最佳女团竞争有为激烈 2022作为女团的盛世之年 尤其是IDER和F强势崛起 让此次奖项的争夺变得更加有悬念 另外,最佳表演女团的情况也是完全无法预测 这其中还发生了争议事件 就是在女团提名中 F变成了IDER 其他则是ASPA Blybin Redbebe 和Trace 这个变动让网友表示 难道是个的增加话题 从整个名单上也可以看出 IDER是今年GMA提名最多的艺人 包括年度歌手 年度歌曲 年度专辑 最佳女团 最佳女团表演和人气奖 IDER今年真的是逆风翻盘 也希望他们能无愿以偿拿奖 IDER寒舍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